各位小朋友好 我们来到活化课程的经典故事的时间咯 上一节课听的故事 一片披萨一块钱还记得吗 老师有问咯 是熊赚的钱多呢 还是鳄鱼赚的钱多呢 想必大家心中都有答案咯 老师再回顾一下 再讲一下大概这个故事的一个内容 唤起大家的记忆 大熊阿比喜欢做披萨 与人分享 当他看到猪腹笔这么有钱 决定要来卖披萨 将来变得像猪腹笔这么有钱 他心里想着一块披萨一块钱 卖了一年以后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可是大熊看到阿宝在街上卖蛋糕时 和他抢钱他有点不高兴 于是在街上卖披萨 偏偏肚子饿不吃自己的 要吃阿宝的 之后饿得受不了 在街上和阿宝卖来卖去 赚到了一块钱 觉得很快乐 感受到只要一块钱 世界会改变 这故事里有很多想象力的句子 我们来想一想 看一看 这个故事里面 到底有哪些想象力丰富的一个句子 来 首先我们来看 哦 他有形容味道的句子 好 那老师念一下咯 大熊阿宝最会做披萨 他的披萨料Q脾脆 光闻香味就让你猛流口水 吃了下去 好像阳光在按摩你的胃 感觉没有翅膀也能飞 哇 你看这个形容这个味道的句子 让你也会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想想你买了一个披萨 对不对 可能上面有你很爱吃的什么香肠啦 或者章鱼啊 然后他的饼皮脆脆的里面也有起司 哇 你一打开他的香味就扑鼻而来 天啊 想到了吗 哦 是不是让你流口水啦 这就是形容这个披萨味道的一个句子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吃了阿宝的蛋糕 嘴里好像有云在飘 吃了阿宝的蛋糕 肚子好像有猩猩在笑 哇 这个阿宝的蛋糕 应该像云一样柔软软绵绵的 所以他说吃了这个蛋糕 好像我在天空上飘啊飘 在云上面哦 哇 有没有感觉 嗯 是不是这两个一个披萨 一个蛋糕 让你哇 光想象的时候 你的口水都会直流 哎 这是第一个形容味道的句子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哦 好 这也是形容味道的句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朱富比吃完蛋糕 感动得快流泪 他抬头望着车顶 好像眼前开满了玫瑰 哦 他形容这个蛋糕啊 就好像人家在送你玫瑰花一样 感动太到流泪了 然后呢 下一个 阿比给了他一片披萨 他一口就塞进嘴里 两下三下吞下去 然后呼了一口气 好像汗在碰到下大雨一样 哇 可能他非常的饿哦 看到这个披萨 也可能他很 很饿 他很饿 也很想吃这个披萨 所以我们看到好吃的东西 就 两三下就把它吞下去 哇 表示非常的好吃哦 形容这个味道的句子 那你自己呢 在吃这些披萨或蛋糕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想象 哦 那你可以把你想象的这个句子呢 跟你的父母亲讨论一下哦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样想象力的句子啊 好 它是形容景色的句子 诶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温暖的下午 阳光像天使一样可爱 哇 这个形容得非常的棒哦 好 你又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到下午的时候 哦 你看那个阳光从云层这样 照射下来的时候 哇 好像有天使要下来的感觉 有没有感觉 有耶 老师有时候会看到 这样的景象 哇 我就觉得好舒服 好温暖哦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大地一片金黄 就像钱的颜色 没有错哦 金黄色就像钱币一样的 那个颜色 哦 那它的眼前 可能都是钱的感觉哦 好 再来我们来看 阿比 阿宝 推着车 哼着歌 快快乐乐 踏着轻松的脚步 走在铺满月光的道路 好像有银色和紫色的音符 在空中飘浮 哇 想必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快乐 脚步是非常的轻松愉快 哦 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哦 当你非常快乐 非常的愉悦的时候 哦 你是不是走路都会有点半跳的感觉 好像这个声 那个环绕在音乐当中 是不是这样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哦 好 形容时间的句子 句子 时光小河向前流 一去不回头 时光小鸟向前飞 一去不再回 时光小亭跑得快 一去不回来 这跟时间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时间都是滴答滴答滴答的走 他不会挽回 过了就过了 他不会挽回哦 这些都是跟时间有相关联的句子 小朋友可以参考 可以看一看哦 那以后你再写 有关于这个味道的句子的时候 或者景色的句子的时候 或者时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参考 好 我们曾经读过了这个一片披萨 一块钱里面 哇 有形容这一些 那你在写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运用得到 好咯 今天的经典故事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老师也希望 你们能完成观看这个教学影片 好 如果你有兴趣呢 也可以到这个 文化部儿童文化馆这个网址这里 我们可以去造访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它有动画故事 里面也有活动游戏 好 好咯 祝你们平安快乐 我们拜拜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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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